瑞德哥 在520前 这个拖了十年的案子 突然就结了 是哪招啊 这个今天郑小江呢 他判了四年 然后呢 徐乃泉这些人呢 相继判两年多 还有判几个月的 那么郑小江的律师跟郑小江 当然郑小江喊冤 律师说他并不是来从事共谍 他是从香港来经商的等等 这个郑小江认为自己判中了 国安法现在规定 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台湾做共谍 比酒驾跟伪政判的还轻 那你就在鼓励台湾人做共谍 来背叛自己的国家 不是这个样子吗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 刚刚这个主持人又讲说 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我还真的跟匪谍是邻居 四十几年前在国民党的 这个体系里面当高官的 我们一位邻居 因为我们是属于台湾本省人 那么我们家正对面呢 就是国民党高官所住的 这个高级住宅区 都是有庭院 然后有独栋的透天措等等 非常高级的 我们俗称叫红楼 那时候我们家在万华 那么结果呢 我每次呢 听我爸爸从日本带回来的收音机 我都可以听到摩尔斯殿嘛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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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尔斯殿嘛 结果后来才发现有一天呢 来了几十个宪兵跟吉普车等等 后来把这个等于说住在我家正对面 的这个共谍抓走 他是国民党当时很高的官 原来是他太太出卖 他太太出卖 那因为太太另外自己本身呢 有一段婚外情就对了 所以呢 因为这样出卖他的先生 可那时候啊 引起我们全 整条街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因为他们家很有钱 然后他们家呢 地位很崇高 住的房子是我们这条街里面呢 没有人能想象的 就是他是一个匪谍 当年叫匪谍 他判了一个无奇徒刑 这是四十几年前的事 我印象非常深刻 三十几年前我当特种部队 我所接触到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 有些情报到现在 我们台湾的房间都还没有揭秘 我接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等于说相关的两岸之间的一个军事机密 然后呢 当时我们每一年的特种部队的所有的人 因为都经过特种受训 所以都要造册 连我们退伍了以后呢 还要由派出所列管 五年内不得出国除灰经过批准 最后我有一次不小心在一个报纸 这么小篇发现 负责我的上面的训练司令是匪谍 但是 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些哪有机密 我一个小兵所掌控的 但是我要被列管五年 然后呢 我连出国都没办法出国 结果这个司令是匪谍 最后他也跟刚刚 我说四十几年前 我认为邻居大官呢 一样判一个无奇徒刑 对 两个都无奇徒刑 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就枪毙了嘛 对不对 可问题是 你知道吗 我统计了一下 最近这十几年来的台湾的共谍案 他们所拿到的钱 有百分之九十不到一百万 也就是他们为了区区几万块甚至几十万 或者是招待东东南亚旅游就出卖自己的良心 跟出卖自己的国家 然后他们判的刑都这么的轻啊 你知道吗 判决出来以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轻啊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郑小江的共谍案 因为他是罕见的台湾最大的一个共谍网 因为他陆军跟空军同时下手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卡拉OK对不对 卡拉OK是他们的一个据点 然后他们建立了以后就单点联络 你知道吗 因为他怕一次破货全部都破货嘛 所以他都单点联络 那是因为太贪心 因为他不小心可以直接接触到少将的层级 你知道吗 所以让他尽力欣喜 所以照理来讲 像这个共谍案 郑小江就应该要把相关的空军的或陆军的交给别人 这样以免一次全部破货 而这次是两边全部破货 换向两千 新竹乐山基地 我告诉各位 新竹乐山基地的机密 因为我去过这个关雾很多次 新竹我们的乐山基地的雷达 可以监测到包括新疆的飞机军机起飞 北韩的四射核子武器的那个飞弹 出发的时候 我国的乐山基地是全世界第一个掌控的 你就知道有多重要 结果相关的机密都在郑小江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共谍网里面 想办法试探 尤其是万箭弹 我问你这么大 台湾花了这么大的心血 然后呢 这么大的一个网就被他破货 最后共谍主嫌判四年 其他的几个月 两年 这样我问你嘛 那如果他没有风险 那他 说不客气一点 少将级的一个月还有退休凤领你十万 其他少校的上校的还领你好几万 据说他还可以领十万块 然后他的退休金就算你怕他即便他判刑确定 他退休金还不过照领嘛 依据我们刚通过的法律 也规定你必须判刑几年以上才免你的退休金才要追回嘛 他不用 这是什么样的法律 这是什么样的国家 这是什么样的 你怎么样来让所有的这些 等于说让他们大家会害怕 判你一个无奇徒刑或死刑 至少有人会因为这样害怕 比如说罗贤哲 他为了女社为了金钱 所以来出卖自己的灵魂 因为他是现役的将官嘛 我再跟各位讲一遍 罗贤哲不是台湾中华民国情治单位 或是军中自己破货的 那个新闻稿是错的 是美国人 因为他以前上校以前 美国人没有列管 他上少将了以后 美国人对每一个少将将军以上 进入美国以后 都会24小时跟间 发现一个中国女性进入她的房间 所以才通知我方 否则我们就源源不断的 所有的陆军里面重要的通讯 全部都这样子进一手以后 绕到中国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懂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么重要 再重新讲一遍 在台湾出卖自己的国家 跟出卖自己的灵魂当共谍 判得竟然比伪证跟酒驾来得清 这是无比的荒谬 不过话又说回来 叶委员 大家都还记得曾经担任过 这个副参谋总长的空军出身的 也是担任过三军大学 现在叫国防大学的校长 国防大学校长 就是所有这些军人训练出来的校长 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那既然是这样子 既然是我们当兵的人的大长官 是这么说的 那这个共军跟国军之间 交换一点情报 不就是军种之间的交流吗 干嘛判刑呢 这些军人训练出来的